看过电视剧《三生三是十里桃花》的观众都知道,在书中东华帝君,高伟光是眼刻是天地共主,并且是剧中的众神之手,掌管四海八荒的上古天神,并且在天族中的地位最高,是尊神级别的神仙,就连天君和墨渊上神都要礼让, 按道理在四海八荒中,应该没有任何绅士敢欺负东华帝君,然而我们仔细地看完这部电视剧,在剧中有七个人物敢欺负东华帝君,其中一个就是白凤九迪丽热巴饰演,这七个神仙分别是白凤九,袁真陈克班饰演,桑吉王若林饰演,白浅上神阳密饰演,秦苍连一鸣饰演,镇塔神兽和支月公主刘梅林饰演,白凤九在电视剧中,是东华帝君深爱的女儿, 然而白凤九也经常欺负东华帝君故,在剧中东华帝君曾经下凡历节,他就让东华帝君曾经吐血身亡,在天宫的时候也经常欺负东华帝君,但是这应该是他们这对夫妻之间的打情骂俏吧,并且白凤九可是东华帝君的妻子,所以东华帝君也默许让白凤九欺负他,在天宫之中也, 华的表妹支月公主,他曾经也欺负过东华帝君,但是事件节欺负东华帝君,因为他把白凤九丢进了镇妖塔里面,伤害白凤九其实就是伤害东华帝君的,当白凤九在镇妖塔里面的时候,东华帝君为了救回白凤九,但是他不能使用法力,否则会伤害了白凤九, 所以只能赤手空拳打败了镇塔神兽,但是东华帝君也身负重伤,所以这只神兽在电视剧中也敢欺负天帝公主的东华帝君,最后被帝君杀死了,东华帝君到凡间利劫的时候,哈克使被很多人物欺负了,有白凤和桑吉在东华帝君一次游户的时候,就是桑吉一脚把东华帝君踢到水里,差点把东华帝君淹死了,所以这悲海水君桑吉在电视剧中, 也算是一个伤害东华帝君的神仙了,在人间的时候,东华帝君深爱着白凤九,但是看到白凤九跟袁真在一起,当场被气死了,所以在电视剧中袁真也是一个曾经敢欺负东东华帝君的神仙,然而在人间的时候,袁真和桑吉敢欺负东华帝君,但是这些计谋都是白浅上神想出来的,所以他也是间接地欺负东华帝君,后来白凤九为了东华帝君断尾,试图在三生时中, 刻上东华帝君的名字,最终身负重伤在昆仑许,这时候白浅上神想要为白凤九报仇,便去骂了东华帝君,也算欺负东华帝君吧,这时候莫愿上神说,小士气,不得对东华帝君无礼,后来白凤九的尾巴被折颜上神就好了,否则,按照白浅上神的恶性。 谢谢大家